好,現在的價錢就確定了Below Market Eq,即是Price Ceiling 一說Price Ceiling,大家就知道馬上會想起什麼 Shortage 還有一些排隊,Long Price Combination 誰給出來的成本就是一個消費者給的 因為你給錢給便宜了 你就願意給一些額外的成本去買貨物 所以消費者會給最常見的排隊,文憑社會就會 好,Release Price Control 會怎樣 我們畫圖看看 熟的同學不用畫都可以,不過不熟的就畫 在PC 下,QD 大於 QS 所以Shortage 就會出現 實際市場交易更小 因為你想買,買不到而已 最終買到多少就是供應給你 Release Price Ceiling 即是價錢會走上去 回到Eq Neemium,不浪費 P Star這個位置 在登回這個位置,Quantity Tricector 就會在Q Star這個位置 兩個都升,P升Q升 P升Q升是Total Weapon量都升 Total Weapon量等於P乘Q 兩個都升,自然Total Weapon量最終都會升 Demind 不關事 記住所有和Price Control的東西 Demind Supply不會動 因為是同一條線,只不過價錢改變 好了,Weapon量會增加 如果Demind是Elastic 不關事,因為P和Q都會升 雖然Demind的Electricity會影響升多多 但是呢 總之就是不影響它升還是跌 因為最終是升,可能升少一點 可能升多一點 Condage Supply會增加,沒錯 你會看到P上來P上去的時候 QS會增加 新的QS在這裡,當然要等於QD QN的時候 所以答案14W